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一款什麼破產魔王 怎麼講呢 就是今天在外面的時候稍微玩笑 果然對這類型的遊戲非常的苦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你可以有召喚獸 召喚獸就是你使用的角色 一開始的話是這一隻小惡魔莉莉 然後呢 第二隻也是很快新手就會送的 叫做喵人竹林 那每一隻角色應該都會對應不同的 這個技能跟武器 譬如說這個召喚獸信息 譬如說這個主角 主角的話他可以裝備所有的這個武器 然後呢你看這個喵人竹林 他是處理敵人可以獲得 處理敵人就是把敵人幹掉 這一款應該是這個韓國的遊戲 因為他的這個開頭是在講說 一個在韓國首爾工作的人 然後轉身到異世界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然後呢 這個可以看到是說 應該他賣的是召喚獸 當然也會賣裝備 那這個召喚獸呢 就是影響到你推關卡使用的這個角色 這個樣子 那以課金的東西來說呢 他有這個一般的這個裝備 跟這個召喚獸 然後你看廣告的話呢 可以免費抽一次 然後這是紅寶石 就是遊戲的這個課金單位 所以召喚獸 他要這個召喚10次的話 比較貴要4500 那裝備比較便宜 不過呢 這個我覺得重要的應該是角色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遊戲怎麼玩吧 剛剛上線的話 就是領一些資源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好那這個是惡魔城的場景 那現在目前只有小惡魔莉莉 應該還會有一個0吧 我們看一下 做的還算是還蠻可愛的 欸0勒 怎麼只有他一個人齁 好隨便齁 那我們就去打一下這個關卡吧 好我們選擇章節 現在是在第一關齁 第一關的話 他是過到25關的時候呢 可以存個檔 然後從25關開始繼續攻略 然後50關 好像每一次都是50關吧 好 然後呢 我現在是在Easy模式 但是Easy模式 我也是覺得很難齁 好 然後我們就直接從這個關卡25開始齁 那從25關開始的時候呢 他會把前面每一關的這個buff 都給 都給給你這樣子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buff進去戰鬥 然後譬如說這個 跳躍攻擊 我覺得跳躍攻擊蠻有用 因為跳躍攻擊的話 他是直接彈到敵人面前 然後攻擊敵人 我覺得這一招還算蠻方便的喔 然後火焰屬性就是你的普攻啊 增加一些屬性 然後體力增加 我覺得這也是蠻實用的 那我選擇這個範圍增加 好 毒屬性 然後體力增加 我覺得體力還是比較實用 然後攻擊速度 這邊有個加加跟加喔 然後這是攻擊 跳躍攻擊的強化 我選擇攻擊速度增加好了 好 攻擊力增加 然後致命力增加 我選擇攻擊力增加 我選擇體力喔 藥水 我現在還不知道怎麼喝藥水 跳躍攻擊強化 生命力吸收 生命力吸收好像也是蠻重要的 好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選擇攻擊速度 這樣子 我的血量有1929 好 然後這個 這邊地上那個是陷阱 所以不能踩 然後他這個跳躍啊 你只要到達這個跳躍範圍 他就自動會跳過去打敵人 然後跳躍傷害還不錯 然後這是你的攻擊範圍 那我如果壓著這個 這個這個必殺技 這個是必殺技的按鈕 壓住然後放開就是使用必殺技 必殺技就這樣轉轉轉轉轉轉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這個是 這個好像不是閃避 這個只是突刺而已 然後會攻擊前方的敵人 所以說你像對方有些這個弓箭手啊 然後射一大堆彈幕的時候 不大好躲喔 好 譬如說威武接近了 好 他這個跳躍他會自動去執行 只要大概是到這個跳躍的範圍 他自己就會跳起來了 好這個 所以我覺得跳躍是還蠻好用的 好 繼續 哎呀 這個蜜蜂 他這個範圍傷害 我真的覺得不大會躲 然後 哎呦喂啊 我又踩到陷阱了 天啊 陷阱真的超級痛的 然後這個閃電之劍也是蠻有趣的 你看 這有點像是那個飛機的彈幕 你看我周圍有一個這個黃色的劍 那你同時你可以用很多屬性的劍 什麼閃電之劍啊 火焰之劍啊 冰之劍啊之類的 這樣子 你靠近敵人的話 敵人就會被這個閃電之劍給攻擊 如果說你身上有三把劍的話 你在別人身上 別人附近上晃啊晃啊晃啊晃 他也會有持續的傷害喔 好這是BOSS 好 哎呦喂啊 BOSS的話也是一樣嘛 這類型遊戲就是這個樣子 他會有一條這個光線 這個光線的話 他就會告訴你說 他等一下要攻擊這個範圍 然後你要躲開 可是速度真的是蠻快的喔 所以我覺得我都是使用這個跳躍攻擊 因為大概靠近他之後 你就會跳過去 哎呦喂啊 啊天啊怎麼喝藥水啊 啊我快掛掉了 欸欸欸欸 啊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那要復活的話就是觀看廣告 然後 或是花鑽石 那慢慢打就會升級 然後你在這個 這個過關的同時呢 也可以獲得一些 譬如說什麼 什麼裝備 裝備提升啊 然後每次重新進去的話呢 這個就會有一些比較好的一些BUFF 譬如說你在過關的時候 你可以去升級他 升級他在這個地方 這邊可以強化 如果說你有魔靈石的話呢 他可以去提升這個角色的屬性 那當然啦 你裝備這個裝備齁 他會有一些這個 裝備的這個效果 就是說用這個硬件 來這個 來彌補你手殘的這個缺點喔 好 我們再重新選一下 這次選擇 毒屬性 攻擊速度好了 然後火焰之劍 在身邊繞繞 增加攻擊距離 我覺得這個不錯 範圍也不錯 體力增加 體力很實用 衝擊波喔 好 這樣子 體力 恢復體力 體力增加 好這次我選擇了有範圍增加 你怎麼不跳啊 你怎麼不跳啊 你怎麼不跳 你怎麼不跳 好 用手機上的滑 我真的覺得卡卡的 好這終於跳了 跳 OK 喔這 這地上好多滴耶 跳 我被擠到旁邊去了 因為他這個跳躍是範圍的傷害 所以還蠻好用的喔 這邊還有DA 跳 跳的時候好像不能按移動 我打到一個速式的法杖 跳的時候好像是要放開移動鍵 跳 跳 OK OK 新的技能 無敵跳躍攻擊 不錯喔 就是當你成功跳躍攻擊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 很小一段 非常短暫的這個無敵時間 你身邊會有一個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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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金色的那個光芒 好 BOSS戰了 再來挑戰一次BOSS戰 好 金色的光芒 穩一點穩一點 穩張穩打 哎呀他會吐那個火球 危險危險 哎 好像翻滾又可以躲 躲避掉這個傷害 這不是很確定喔 只是用手機嚕這個 這個觸感還是覺得 不是很好 所以說我覺得這種玩 玩這種遊戲還是用搖桿玩比較舒服喔 好然後呢 他是說這個也是在路上 如果說你要學這一招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先發智能喔 前三次攻擊會出現這個致命一擊 但是你選擇這個技能的話呢 你會損失20%的 HP的20% 所以我覺得算了喔 不選了 有一些就是你過關 然後就會獲得一些這個BUFF 像剛剛那個的話 你可以選擇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BUFF很強 然後失去一點生命 你覺得沒有什麼差的話 你可以選擇喔 像我覺得剛剛那個 就只有前三次有致命一擊 好像不怎麼樣 唉唷 受傷好多喔 爆頭 跳躍攻擊敵人移動速度會增 算了算了 我還是增加我的體力好了 我這一次好像都是選擇體力喔 因為後來我覺得 我覺得體力還是最實在 手殘玩家還是選擇體力好了 欸你怎麼不跳啊 跳啊 跳 喔終於跳了 跳跳 欸習慣 你又不跳了 終於獲得魔靈石了太好 魔靈石很重要 先去打後面的 先去打後面的 先去打後面的弓箭手跟法師 哎唷喂啊 法師 哇你看我的血 莫名其妙就 就損失那麼多了 跳啊 新的技能 欸攻擊速度 好攻擊速度提升 好看一下齁 恢復體力好了 喔大幅恢復體力喔 喔這邊 嘿我跳 我在跳 欸怎麼不跳 好 好OK 37張 1284 好辛苦喔 我應該先學會怎麼樣喝藥水才對喔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快到魔王 還沒到魔王我的血量就已經 就已經少了七七八八了 應該 藥水應該是很便宜才對阿 哎唷好痛喔 被被蜜蜂打一下就 就120點血量 喔好像都是硬堂他的傷害 他那個路線啊 軌跡啊 還會把那個 反彈的那個 那個軌跡列出來給你看喔 好加一個冰屬性 喔跳砍 喔在跳砍 喔唷 喔唷唷 喔唷 不要貪刀 欸欸欸欸欸 完了完了完了我快掛掉我快掛掉 啊掛掉了 好 那這個就是要用寶石復活了 好那所以說就是介紹一下這款遊戲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說這款遊戲有PC版 然後可以用搖桿玩的話 我應該會想玩喔 因為我覺得 打起來還算蠻愉快的 只是說 我用這個 這個手機啊在那邊嚕阿 嚕的實在是那個 這個怎麼講呢 觸感不是很好 就覺得 這個 這個滑起來色色的 然後感覺好像在嚕我的這個 這個手指皮喔 好所以說這款遊戲就是那個什麼 破產魔王喔 大概是這樣的遊戲 就是如果說 你的實力不錯的話 也許你會玩的蠻開心的喔 然後呢這邊除了 剛剛看到那個一般的這個章血主線任務之外呢 他還有這個活動 每日探險 什麼強化之地啦 然後去打這個卷軸啦 升級裝備 然後還有這個精英之地 精英之地應該很重要 因為魔靈石的話就是升級你的這個角色嘛 那如果說你想要一開始有比較強的角色的話呢 除了你這個每天登入後 領一些免費的紅寶石 然後 存著去抽這個召喚獸之外呢 當然 課金啦 新手禮包也是有這個召喚獸石抽的這些禮包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